我都講一下 其實剛才都認同 剛才我們說要講另一個由公屋 公屋 居屋這件事 講一個社會保障房 其實剛才 我有講故事 其實六七十年代 何嘗那些人不是拿一間屋來一起做小製作 就是川家花那些 其實他們都在賺錢的 他們都是一個小工廠來的 一家人的小工廠來的 但是現在為什麼呢 出現特朗普剛才講的東西 我們越來越被政府在壓制著 因為你們那些人 你們是住在公屋 住在公屋就必然要找一些最窮 你有少少錢就最好走 不要住公屋 所以他要將公屋變成很多限制 之後又要再設計分制 最好盡量踢走就踢走 不要由政府去承擔這件事 他將公屋變成了一些只住 窮人才准住的地方 而我們呢 因為自己 我們其實在九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那些公屋爭取的時候 都是面對一些私樓的朋友 去對於公屋的居民那種質疑 你們畢竟是租便宜 又舒服 我們租貴又要公道死 沒你們那麼舒服 各樣東西在那裏做一種事情 大家去分化 以至大家覺得 是不是我應該都會到那一刻 有些人質疑 是不是其實我要繼承權 是一個過份的要求 其實一直都在繼承 高一向都有繼承權 現在大保機制都是說要繼承權 總之第一個死了 第二個一定要上 政府都其實有這件事 不過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告訴你沒有繼承 你又覺得是我 不應該要繼承 如果我有少少錢 我應該要走 其實是不斷的論述 令到大家覺得 這些阿公的東西 就應該給一些最有需要 我如果界定到自己沒有需要 就不應該要了 就是慢慢形成 所以我剛才會覺得 為什麼不行呢 為什麼不可以去做 有些人拿一間屋來做補習 替人補習 賺少少錢 為什麼不可以呢 那些家庭住戶是另外一個的 他可以幫忙 他不需要全職進入勞動市場 但是他也可以在家裡維持到一定的東西 我們是應該可以 因為房屋不單止是一個住的地方 也都應該是你生活的地方 生活包括你要一家人的生活 你可以住到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剛才你說的 這個是我們自己 自己慢慢形成給自我的規範 所以剛才我都希望說的 公屋不單止是一種的住 我們都應該在這裡說的 那種的管治 那種的自主權 多一點 而不是再是一種這樣的 即是被壓制下在那裡居住 我想再早些期 那些人是經常這樣說的 公屋是窮人才住的 也都不斷地給數字看來 那些棟屋邨 總之一定有四成的人 是縱緩戶離的 只有六成是交一些普通租的 就是這樣去描述一個公屋 所以有些朋友 我們早期找一些 他當頭的朋友都在這裡說 其實這些我們這些年輕人 好像不想住公屋 因為他都給他描述到 其實這個 真是甚麼都不如的地方來的 但是我們自己都在想著 但是公共房屋 政府興建的房屋 那些普羅市民 一種最基本的 一種生活的安定的保障 為甚麼不可以 即是既然我們有一些 我們有一些高級公務員 他們拿著一些所謂的房 所謂的房子 所謂的房子 來住一些漂亮的房子 我們為甚麼公屋居民 不是 為甚麼普通市民住在公屋 就要給那麼多限制呢 地點要 尺寸要小 各樣東西要有限制 我覺得政府不是單單要知道 就算我們住在公屋 不是單單被資助 很多的高級公務員 都資助得他們很緊要 即不單止資助他住 資助他子女去讀書 資助他自己到處去歡迎 即我剛才就想 是需要 我們需要另外說一套的東西出來 告訴政府 不是他所想的 房屋是要用他的方法去設計 那些人要這樣住 我們應該想給另一套的東西 來去抗衡 現在證明是一個好時候 因為大家被一個居住 壓迫到自己其實很畸形 很扭曲的 為甚麼會在深水埗住的屋 那個赤價會貴過半山的呢 實際上我奇怪的 赤價都要高過去 但不是住得好 我們怎樣呢 如果在這麽扭曲的時候 反而覺得大家應該要去 講自己出聲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要靠其他人去講 因為其他人只會告訴你 他用過往的那套扔下來 只要用居屋就可以了 以為有居屋就解決到問題了 我們真的好像沒有其他損失 實際上 就算Tram這樣說 用了居屋其實未必解決到 我們這一代 甚至我們還有一些 朋友他的不同的原因 如果自己不出聲 是沒有辦法去做到的 也都只有我們出聲 才可以令到這個社會 有些多元一些的想法 而不是政府一言堂地講完 然後他講他的房屋政策 而你要接受他所有的規劃 這樣 所以我想盡領導 關注組織不肯接受規劃 所以到現在都還這樣 還在爭取他們這些屋 一樣是這樣 兩句 其實交易者剛才的問題 你再看其實公屋 有個扣分制 扣到差不多可以趕你出來 這個其實都不是一開始 就是好的事物 所以可以見到整個公屋居民 在政府政策裡面 不斷矮化這個過程 那有沒有其他朋友都想說一下 其實個人都十分認同幾位港姐 講過這種步驟和推廠 就算公屋掛擠社會保障房 其實很重要的是 我覺得有朋友開始去思考這些問題 進一步去提出這個社會保障房 這些概念 我相信你們開始在談 有很多事情可以再補充 譬如剛才有朋友提到關注的問題 我覺得這概念很重要 還有這些向著政府 或者向著社會公眾提出的訴求 亦都很需要再講多些 但是可能小弟真的在深水埗大了 亦都六年前開始跟進這個K20-23的抗爭 那見到其實我們今時今日 或者其實六年前開始 深水埗這裏 已經去到一個真是深水火焰的地步 很多事情 譬如剛才後面 阿維儀他提到說 有基層的加工 現在眼前就已經面對著一些 緊闊是處理不到的問題 那怎麼辦呢 那他真是 那沒得住那怎麼辦呢 我猜那些向政府提出的訴求是重要的 必須要迫 盡量迫令政府的政策 能夠產生改變 但是個人有猶疑 我到今日都不是很相信 政府那麼容易會 就民間提出的訴求 而作出政策性的轉變 譬如大家所說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很罩衍的轉變 那那些事情怎樣可以發生呢 我覺得其實 我最認同的就是 大家都說 其實我們到最後是要靠自己 那靠自己 我們真的今天可以做些什麼呢 除了我們都動員我們自己和我們身邊的朋友去關注關心和發聲之外 有沒有一些事情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去思考 如果真的靠我們自己的民間力量可以掌握我們的住屋的基本權利呢 有一部分 剛才陳先生提到施政報告 真是不決講 這個 將劏房合理化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真是貶斥到 真是一文不值 真是個人 其實我覺得 有些少少不同意 我又有保留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在一個政策性文件裏面提出 現在在香港出現的劏房現象 一個這麼差的生活環境 而在政策文件裏面提出 其實它是在解決一些社會的需要 是有它的合理性 這個說法 其實我推進一步 就是說 如果來自民間的自然 產生 就著它們的現實 需要因時制宜 要解決自己問題的方法 是有它的合理性 也都不應該一刀切被取締的話 如果這個概念是能夠落實的話 我會進一步說 其實我們就需要去進一步 自主些 透過我們的方法 因時制宜 去解決我們 急逼的主動問題 那現在 今時今日的香港 存在著大量的空置單位 不管是官方的 或者是私人都有 今時今日的香港 存在著大量的空置土地 不被運用 不管是政府 拿著的 或者是地產商拿著的 那這些其實 剛才有很多朋友說得很清楚 其實所有土地 所有這些東西 其實是屬於市民大眾 普羅大眾的資源 這些是我們都有份去擁有的一些東西 當我們有一個現實的需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透過很多支持 無論是本土 或者是其他地方 世界各地 發生過的運動 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示 我們可以置目 可以佔地 建立我們自己家園 甚至乎我們可以建立我們自己的村落 形成我們自己的系統 這些東西不是比以所先 是沒有發生過 在四五十年代 大量這些情況在香港出現 當然當時 現在很多人認識的所謂寮屋區 其實很多時候是當時 很多新的朋友來到香港 為了需要解決他們的居住問題 建立出來 而那些寮屋區其實不是寮屋 那些是當時的朋友需要 而他們可以憑他們的資源 憑他們的力量 可以建立到他們的家園 其實如果大家真的有嘗試去認識過 香港曾經有過的寮屋區 在裏面有很多其實很靚的成功 很靚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 現在更緊緣的地園門 可以走走走 你還見到很多其實真是豪宅的 花園的香港都有的 當然有不同的朋友 因為他有不同的資源 有不同的需要 他會建立他們的不同的家園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那些寮屋區裏面 我不知道再沒有機會 關注那些朋友 我知道早年的公屋 那個群聚之後 而形成那個網絡 而形成那個互相支援 是令到有一些靈量能夠爭議出現 當時其實我們見到 在很多香港前期的寮屋區裏面 他們單止建了一間屋 在那裡自己住了就算了 無論是整屋還是木屋 發展下去他們會有他們的消防隊 有他們自己的巡艦 有他們自己的水利設施 有他們自己的電力供應 所以這些事都是可以發生的 如果五十年代的朋友可以這樣做 現在我們現在來到二十世紀 我們應該擁有更加充足的資源 技術和能力去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我會說其實 這個可能是我對政府沒有什麼信心 我不覺得他真的很容易會聽我們做的事 他真的要去解決問題 其實就要透過力量的穩揚和形成 而力量的穩揚和形成 我想很多朋友都應該清楚 一個群聚一個地方是很重要的 這些東西怎樣可以產生 我不會拋出來可以大聲 我提供過一些可能是一些過份激進 認為的 但其實這些不是我想出來的 是前人留下給我們一些很重要的遺產 值得我們的思考這些東西